树林区公所在人潮最多的树林车站大厅 举办明师辉豪春联报喜核心碎 继预防犯罪宣导活动 邀请书法家现场写春联 让民众免费锁去 开笔仪式由树林区长林药厂 与道场的书法明师和议员合作拼出 荆棘报喜核心春 吉祥如意豪彩头的对联 让大家今今年先持得点博得好菜头 新北市议员陈世荣与议员洪家军 也跟民众拜早年 陈世荣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也向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荆棘报喜迎新春 大家新的一年事业顺利赚大钱 也借由这个报来跟大家来报好消息 报好的一个你知道吗 新的一年2017 祝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所有我们的相信好朋友 经济报喜 树林区长林药厂也与民众预告 今年树林灯会将于2月7号到2月13号 在树林镇南宫举行洒进祈福与晚会 欢迎民众前来树林赏灯观赏节目 在2月7号到2月13号 我们镇南宫有这一个灯会活动 那跟往年都一样也有绕境祈福跟洒进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平安活动 那我相信经济年快要到来了 那为了求得我们更好的一年 那我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都一起来参与 活动邀请到新北市书法协会 树林美术协会的书法名家 现场为民众克制各式春联 民众不仅可以现场要求书帖样式 更可以绘制年节图样 克制化的各式春联 让新年的喜气更增添生动活泼 贴在住宅的大门 可以那个和乐平安 就是平安和乐 那下面还有一个门 门就是金玉满堂 五福心灵及庆家 然后花开富贵万年长 放那个大门的门脸 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大厅郑春联 不少民众驻驻停留 索取名师笔墨 虽然大陆冷气团来到 但一样吸引许多民众排队 希望开春新的一年 都能事事顺利 吉祥如意好彩头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导